好在这一边呢 他问有多少方法 来排五个男生两个女生 in a row 如果他没有 restriction 的话 so a 的这一题很简单 我的 n 是5加2 然后是7 所以他这一题是7 factorial 然后就5040 so我们在计算机这一边就7 factorial 其实你可以讲他是7排7啦 ok 你也可以把他当做是7 factorial 啦 so他的这一个就会变成了5040 好 然后接着 b 的部分 他要那五个那两个女生一定要被分开 所以我在这一边12345 我这五个男生呢 我就有一个5 factorial 在这一边 然后那女生 他可以有123456 6个位置里面排两个女生 所以他这一个就会变成了5 factorio 乘6 排2 所以这一个是3600 所以他这一个等于3600 so 这一个 b 的部分他有两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呢 其实 呃 早年的时候我比较常用的是第二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是怎样呢 就是说那个2 girls together ok 那两个女生在一起 那两个女生当成一个 ok 然后那五个男生分开 所以我就123456 所以他这一边就6 factorial 再乘女生自己本身2 factorial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6 factorial 乘2 factorio 会是等于1440 所以1440 然后他们separated 的时候 2个separated 的时候 就拿这一个5040 减掉1440 所以他就变成3600 ok 早年我是用这样的方法 然后但是 后来有更多更复杂的题目 就是这样 他有三个女生 然后 那三个女生 除了不可以三个一起之外 甚至两个都不可以在一起 要隔开 完全被隔开 不可以有两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啊 将用第一种方法就容易了 好 接着呢 第三种呢 就麻烦了 他说现在有最少两个男生 分开那两个女生 所以那两个男生 分开那女 两个 那那个女生的时候呢 ok 我的这一个 我就想象一下他第一个case 就是说我两个男生 然后这一个是一个女生 排两个 所以这两个男生这一边呢 是我有五个男生吗 所以我这一边他就五个排两个 这个是那男男生的 ok 中间的 然后接着女生自己本身是一个l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合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还有多少个呢 我还有三个男生 一二三 这样他总共有四个人呢 所以那四个人呢 就你把他这个当成是一个 然后 二三四总共有四个 然后他们的排法是四个 factorio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一个 5 然后排2 乘2 factorio 再乘一个4 factorio 所以他拿到的是960个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 是我两三个 他讲最少两个男生隔开 那两个女生吗 so 三个男生隔开这两个女生 然后这一个是合成一个 然后过后呢 我还有两个男生是可以跟他们一起的 所以我在中间那边是5 排3 然后这一个是girl 然后这一个是全部当成一起的 然后 2factorio是女生 然后他在这一边他当成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就是三个 3factorio 所以我在这一边 他就会变成5排3 然后乘2factorio再乘3factorio 然后是720 然后第三个case的话呢 他就有123 三四四四个男生 两个女生隔开 还有一个男生 这样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一个是1 1 和两个 所以我在这一边里面的男生是5个 排4个 女生2factorio 然后整体是2factorio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了5排是2factorio 再乘2factorio 然后这一个呢 就变成了480 然后第四个case的时候 就是女生 然后5个男生 然后再来女生 所以这样 那5个男生是直接5排5 然后那女生是2factorio 然后他这一个整个就是整体的 他没有的在 他就不需要再跟谁这样合上来了 所以这一边是5排5乘2factorio 所以我在这一边5排5乘2factorio 然后拿到的是240 所以他就会变成960加720加480 再加240 1000 呃 2400吧 所以他这一个会是等于2400 ok好就是这样 好 所以他要最少两个男生隔开了 嗯好就是这样